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治疗上当然 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中医也有谈到 比如说要运动 他们也有发展什么武勤戏啊 运动 也是强调运动的 还有一些坐席 几点应该睡觉睡好的 那这时候人才能够获得最好的恢复 中医也有这《黄帝内经》里面 都有一些探讨 这我们都把它归为其他保健方法 那当然心态上种种 那这个都是讲法 都有雷同之处 那这个就不再详述 那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也不是不一样 其实方式不一样 形式不一样 比如中医它的治疗 主要透过三大治疗方法 三大治疗方法 就是一针二胸三用药 那原始点呢 原始点就所谓的针部分 它就是以按推为主 它不再用侵入性 它这个是没有侵入性 那胸跟药在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那中医有针灸科 有内科 但我认为这个 这样的分法是不对的 我们原始点它是 按推跟内外热源是要并用的 看似一样 但实际在临床上的应用 又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即便你看火神派 火神派比较强调的是用药 但在外治法方面 当然他们也会啦 但是不是都每个人都针跟咎 也就是开完温补药之后 是不是每个人都针咎 火神派每个人都这样做 不见得 但原始点一定是 一定是就是 你不管先外内热源 一定要按推 如果重病来讲 那同样轻重症你按推完 还是要外热源 比较严重一点 甚至要用到内热源 所以原始点它是并用的 这一点看似一样 实际在操作 又有不一样 那这样原始 从原始点的按推 实际上的应用还有范围 那就更广泛了 比中医的一针 针刺穴位那就更广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不仅可以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因为针刺穴位也可以 但解除他处体伤的同时 它能够使 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也就是你没有疾病 它也可以达到自慰病 你有疾病也可以立即把疾病解除 那中医呢 他只能解决有病 那无病 因为他没有体伤的诊疗概念 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原始点在诊疗方面 他因为知道 从诊断 他就可以知道体伤位置 所以他立刻就可以直接解决它了 因为知道疾病之因在哪里 要不然没有病你如何通过观察症状 然后来用经络理论来判断 这个疾病应该扎哪个穴位 不可能嘛 那你也只能说 如果勉强要帮中医说话 就是说 那你怕他以后头部有脑中风 或是一些问题 那我就扎颌骨啊 曲直 甚至头部的一些头部针啊 来达到 那是你想象 万一他头部没有体伤呢 那你这些不是都多余了吗 同样你为了心脏 你可能扎内观外观之类的穴位 但如果他也没有体伤 那你一直每天这样扎 虽然说可以达到治心脏病 但他本来就没有体伤 本来就不会有这个病出现 但你又好像有一点 这样盲目的在做一件 你也不知道是到底有效无效 类似这样 但你勉强可以说 那我这样扎 也可以达到治胃病 但实际上既然谈 治胃病这个治疗 那你就应该要知道 他体伤位置啊 你才能够治啊 你不知道你怎么治 那就有一点 好像乱射飞镖 这样总有一件会射到啊 这样的情况是我认为 谈不上医学的严谨度 医学一定是很严谨的 也是可以可操作的 这样不代表 中医就连夸出来 所以中医的养生血很多都是用保健养生的概念 那原始点反而发现 医疗就可以解决这个治胃病的问题 反而保健不能了 因为胃病的时候它体力还好 不是要改善体质 是反而要先解决体伤的问题啊 所以这一点 很可以看出原始点的特色 它不只可以治 乙病也可以治胃病 然后也可以变胃病跟乙病的体伤位置 这个就是 跟针刺穴位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就在谈这个 而且 你不只可以治他处体伤呢 如果针刺穴位只处理他处体伤 它还可以按推患处痛点 当然针刺穴位也可以扎在患处嘛 但是一定是 原始点是有很严谨的分辨哦 也就是针 你一定是 他处体伤没有解决好 你才能扎患处呢 而不是一来 你振的不适感 你来了你就扎患处 那这样的操作方法 肯定就没有经过诊断 而这样盲目的扎 也整个治疗的体系就搞混了 这是不对 原始点是强调 还可以按推患处痛点 是在按推原始痛点的基础上 它无效你才可以行之的 对一阵 当然状就直接可以按 那个是没问题 比如说硬结肿患 肿瘤等 这些是可以 那中医这一方面就没有多大的探讨 好那再进一步我们再来看 这是比较从医疗的角度来探讨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灸跟药的问题 那原始点 它是比较强调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那如果以外置法 它可以大面积涂在体表 那同样内置法 它可以藉由 灌肠啊喷鼻啊洗眼等用于体内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外内热源怎么样 直达体伤位置 就可以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这一看就知道 跟中医也不一样 中医是用灸面积很小 那我们是大面积的 那内热源它可以服务很多的中药 改善体 我们当然也可以服务 那这个又是不一样 那原始点又进一步强调 内外热源的重要 一个是解决体伤 一个是比较强调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一定是要并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它如果并用 就可以同时改善我们疾病之因 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没有病的时候 好 那这样也可以怎么样 也延缓衰老啊 增长寿命 预防疾病 也就可以抗老征兽 预防疾病 如果是有病呢 好 那也可以加速疗异疾病 即便它是重病患者 你只要应用得到 让热源止达体伤味 患者也可以转为为安 好 这这这这这才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 那这样 原始点它的应用 它是 医疗与保健 也就是按推与热炎 它是病用的 那这个跟中医的 又有什么不一样 刚刚已经我稍微都有点出来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 从医疗的角度 原始点有诊疗合一的方法 可以治疑病也治疑病 那问题来了 中医的真治穴位只能解除病症 它只能治疑病啊 那如果像我刚刚讲的 它没有办法变体伤的位置 它如何治疑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对中医 刚刚这里已经有谈过 就不再多追溯 那同样的 在保健方面 也是跟中医不一样啊 原始点它的 内外热源是以僵为主 但很显然的 中医的外热源是以艾灸为主 那内热源是以中药为主 这个跟原始点应用的形式上 又有不一样 虽然理念是一样 都是热源 但问题来了 灸是有它的局限的 我们来看 它当然也可以用到体伤位置 但问题来了 它面积小 而且你燃烧一个小时 就是燃烧完 然后如果还要进一步说的话 爱酒也是 就是它一点难哦 就烟雾弥漫 如果像我们住家小一点的话 整个房间啊 都是烟雾缭绕啊 呼吸都会感觉很 整个空气都会很闷的 甚至你燃烧了一个小时 连沙发床啊 这些 还有自己的衣服 闻一闻都还是有酒味 所以 它的问题 我认为 现在时代也在改变了 如果外热源还停留在爱酒 我认为这里 光那个烟味 还有面积小时间短 这个就把它的疗效受限了 所以它很难发挥的 尤其致重病大病 你看我们都要大面积 而且要让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那姜直接可以贴在皮肤 它是靠热传达藉由皮肤进去的 但我们涂姜粉泥 是直接藉由皮肤吸收的 那个效果更好 所以我刚刚 我之前就有讲 中医如果要发展的更完善 它一定要创新的 一定要改革的 同样 它这些医疗的 文化资源 虽然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创新改良的话 反而有时候来看也是一项包袱 因为重病这样就有一点问题了 处理上 好那进一步来讲 这些内热源 那内热源也是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它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原始点可以藉由灌肠 食盐喷鼻 甚至喷音道 直达患素体伤 它也没办法做到 它服中药 整个改善是全身的体质 它没有特定能够改善 哪个部位的患素体伤 那这样呢 会延误疗效 也就会让疗效缓慢 那对于危急重病患者 就难以应付了 好那下面进一步再把 中医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针 针刺穴位跟灸医药 也就是医疗 是不是都跟内外热源一致 也就是都病用呢 又未必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你本来在处理上 已经这么多的受限 如果三大疗法 一针二灸三用药 不能同时应用的话 那在处理疾病上 那就更有问题了 下面这一 下一页就是在说这个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这里谈的就是 不是不是 这里已经跳过 再上一页 我看 对对对 这样 这里没有 这里已经讲 但是我在医疗业保健那里有提到 就是如果中医他没有病用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的内热源 你看揪 他就很多受限 还有内热源他要改善体质 他必须要长时间 方能险其疗效 所以他用在危急重病 也就是热 这些要使热源直达体伤位置的重病患者 他是等不及你这样慢慢搞的 所以我这里 评断就是你内外热源 应用在这些危急重病患者 既以左肢右处 也就是顾此思彼了 那何况如果又无 医疗针刺穴位来配合 那就更难以缓解症状 光只有这些保健的方法 要解决症状本来就有困难 那如果又没有针刺穴位配合 那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这样会使病情血上加霜 这也对中医提出一个 就是你一些 你看我们中医诊所很多医师 他只有负责开药 他既不针也不按推 那这样要达到这样的治疗 那真的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原始点 他只要认了病 不管轻重症也好 一定按推为主热源为辅 同样更加严重的病 他就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他是完全结合的 但如果你看在针本身就有局限 他只能治病 他达不到原始点的诊疗合一 那灸跟药也是一样面临的 他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面积的小 时间的短 还有另外一个内热源的 就是不能直达患处体相 这些弊端在应用上都有那么困难 那都这么困难了 你三者还把它分割为 内科 外科 或是针灸科 中药 内服 那这个就更难处理大病 所以这也就是 中医慢慢走向衰尾 如果学着西医走 肯定以后会衰尾的更快 那中医甚至就走到末路 都有可能 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中医 他如果要把它完全发挥 第一个要创新跟改良 第二 他一针二就三用药 绝对不能分割 一定是要并用 这样才可以 把它完全疗效发挥出来 好 那原始点 下面就在讲这个 原始点他的诊疗都是合一的 他 他医疗与保健也都是并用的 好 我们来看看 医疗与保健也都是相辅相诊 那外治跟内治根本没有分 都要用 按完有时候也 重病你也要喝姜汤 这些该怎么用都有用 那体伤与热能不足是兼顾处理 因为按推可以解决体伤 那热源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他是并用的 所以他都可以兼顾到处理 那这样是为了什么 如果在重病里面 他是以保存生命为先 那当然轻重症就是以解症为主 因为没有生命危险 那如果到重病 他一定是以保命为先 解除症状机制 这一个是针对重病而言的 那轻重症就不需要以保存生命 因为没有生命危险 这样可以大幅提升我们治疗的什么 安全性及有效性 我们看下面下一页 那另外要提的就是 原始点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 它不是空谈的 它一开始就是从人体找一条脊椎七处的开关 然后一路这样做 然后再发展到患处痛点 那热源也是一样 从内热源的生汤 到外热源 各种电热器种种 到最后浆的应用 不管内服外用 大部分以浆为主 然后再配合其他外热源 来让浆的温热效果可以持续 来达到改良 那它因为是做出来的 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 才证明疾病之因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慢慢充实的 那诊断也是一样 诊断我们刚开始 变体伤位置之后 它按推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然后发现重病是不能先按推的 有时候会危及生命 所以它一定要以热源为主 所以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把诊断又更充实了 也就是你要治疗之前 一定要通过观察症状 也就是通过诊断 然后观察症状 如果变疾病轻重 如果有重病 那你就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如果是轻重症 那不是重病 那就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所以诊断也是因为 我们做出来之后 在此基础上 才慢慢把它完整化 理论跟诊断都是一样 所以它才能形成一致 也就是理论 完全可以落实到临床 那这样 就可以说的跟做的一致了 所以说出来就必须能做到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它是一以贯之啦 没有什么 就是所有疾病既然间 体伤及热能不足 什么是解决体伤的 体伤的 什么是改善热能不足的 那彼此之间 然后互为影响重重 它是根本是不会矛盾的 因为已经做出来 才把理论 配合着 做出来 要如实表达 那这样 就可以使我们的理论跟临床 诊疗 诊断与治疗 医疗跟保健 获得高度的统一 这样的医学 才是真正完整的医学 也能够让民众很快就实用 不会说读一套 然后坐又坐一套 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下一段 请莉莉再把它念完 总而言之 原始点医学 是医门安全而有效 简易而环保 非药物 又非侵入性的自然医学 它诊疗合一 离象太圆 化繁为简 大碍为心 医学易用便于普及 不仅可让民众很快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权 还可大幅降低 医疗费用 节约资源 减轻环境污染 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净土 一条活路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最后总结 就是原始点医学 是一门安全而又有效 因为它既不用药物 也没有侵入性 所以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 然后简单易懂 而且又环保 没有什么医疗废弃物 那 它这样的自然医学 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自然医学 还有一个特色 它是诊断跟治疗 完全融合为一 现在我们的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诊断跟治疗 它没有办法合一啊 它目前还没有办法 而且它可以真正找到 最疾病的最源头处 所以也不需要繁复的 复杂的理论来包装它 根本也不需要 然后我们进一步看下一页 那为什么要大爱微信 因为医学嘛 本来就是救人的事 本来就不应该 有荣厚的功利色彩 这个是我认为 医学如果你要赚钱 你就去当商人 你真正要救人 你才来当医生嘛 那医生如果你没有爱心 你怎么可能是一个良医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发心很重要 你因为你有这样的 完全付出的心 那你就不会在乎民众 懂得很多 我记得当时候 我在发展原始点的过程中 就是在想 医学如果真的要救人 那就应该让民众 完全知道 而不是只有我知道 然后他每一次都来求我 譬如他现在手指头痛 我只要再开关按一下 他就几分 甚至一两分钟就解决了 那以后如果他再复发 我应该教他按一下就好了 他根本也不用来找我 应该是要这样才对 但你这时候你就要会挣扎 如果他知道他以后不来找我 那我怎么办 以后我没有患者 我怎么维生 很多医 如果当你有这样的心 你就不是站在患者的立场去想 你已经慢慢走向现实 也就是认为 这个一定要有利润 那这样我们的医学的发展 就会很在乎资源 譬如你看越复杂的 民众越不知道 他一定会来求助于我 那我才可以从中赚取 我应该所谓的专业的 一些学问应该所得的回报 所以谁愿意把医学 繁复的变成简单的呢 所以我们的医学慢慢 也就会走向功利色彩 西医更是完全的商业化 那这样的结果 民众反而得不到保障 那这样医学的目的 就越来越远了 医学本来是要让民众安心的 要让他们能够 自己做主的 容易学到 但现在因为我们的发心不一样 那民众自然就远离医学 然后处处要仰赖 医学甚至医师 有一次 所以我最后 当我决定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应该把这些概念 都跟民众讲 所以我2006年 还在开中医诊所 那时候已经出一本小手册 也就是你哪里痛 按推哪里就可以 这是我第一本出来的书 那我也以为 等我这一本书 我印了几万册 自己掏腰包印 那印了之后 我觉得 这些民众如果知道的话 他已经会按了 那我诊所肯定要关门 所以我已经做好 关门的准备 他没有想到 还是关不了 为什么 当患者好了 我书也拿给他 甚至教他怎么按 他真的医好了 他虽然不来了 他又介绍别的人来 所以我新的患者就变得很多 反而不是旧患者一直来一直来 一直依赖你 最后为了还是要认为 这样我还是能够帮助的 所有限 因为只能帮助一方的人 也不能照顾 照顾所有天下的人 所以那时候心量就比较大 那医师应该 帮助所有人才对啊 不应该只有 那么小小的一个区域而已 所以最后还是 决定把诊所关掉 那所以 如果你没有爱心 很难做的 所以我自己都有这样挣扎过 所以我觉得医学就是 如果要改变 那个出发心很重要 不管是以医生 中医西医也好 或民众也好 学了这个原始点 我认为就是站在患者立场下 不应该常常处处为自己想 这样你虽然赚到了钱 民众也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健康 这个我是觉得蛮重要的 那我这也是原始点在推广的过程中 一直坚持公益啊 一定以公益 不收费 所以道理也是在这里 好那这一套它是 因为直接找到病的源头 所以也不会有太复杂 操作很难的 比如复杂的仪器啊 这通通没有 很容易学习 所以既没有侵入性 也没有用药物 也容易普及 这个我认为才是平等法 才是可以普渡终生最好的方法 这样不仅可以让民众 很快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钱 还可以降低大 大幅度的降低医疗费用 但有一点要提的 原始点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所以即便你告诉患者对的方法 患者医好 你其实自己也在进步 所以你更应该感谢 绝对不能用一种心态就是 哎呀我帮助了那么多人 我度了多少人 如果有这样的心 就是傲慢心的开始 这个也是原始点 一直在提醒的 这个原始点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 常常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变化 所以这个傲慢心绝对不可以 所以原始点特别强调 一定要以病为师 好那也是因为原始点 处处都是为民众而设想 希望他们能够很快 在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权 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不用 花很多的医疗费用 那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跟支援 另外从某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减少很多废弃物啊 环境的污染 很多人吃了药 吃不完 从医院拿来 就随便乱丢 所以很多检查 哇最后说连河水有些都被污染 因为检查出来都是一些 被弃制的药所污染的 这个对我们环境也是一个伤害 所以如果我们能这样做 处处帮患者留意 那对我们的子孙也好 因为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怎么样 有一个好的方法 让这个土地更 环境更整洁 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那不是给他们 给他们一条更好的路吗 所以我这里就提到 这样其实为别人 也是最后受益 是你自己 也是你自己的子孙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心量一定要大 那我们这一篇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没有办法把后面的讲完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下回合见分晓 好 各位就这样了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